《大江东军》 《大江东军》 《千古风流人书》 《大江东军》 吕布兵取小配 把刘备给闹得好紧张 可正在这时候 操作的先头部队 先锋官来了 大将夏侯顿 这可真提气 刘备这么一听 夏侯顿来了 快出城驻镇 他留下了弥足弥方孙前 看守小配 自己带着两个兄弟 关羽和张飞 杀出城来 是接应夏侯顿 夏侯顿人马浩浩荡荡 夏侯顿 这人 这人了不起啊 怎么回事 一是武艺确实高强 第二呢 这人有点狂妄 就是傲气十足 他想不等曹操的大队人马到 我就把小配给保住了 哎 这弹弹之地算得了什么呀 我一定这个吕布杀的 是溃不成军 而且直取虚重 让我家丞相看看 他就一马当天哪 闹得这个 吕布手下的两员将 张辽和高顺 都挺紧张 张辽是嘱咐高顺哪 高将军 可得小心哪 啊 高顺哪 点了点头 你放心吧 高顺一边说着 守着梁鹏往对边看 他回头几次学吗 张辽有点奇怪 咱们看什么呢 敢听高顺哪 手下有一员偏将 此人姓曹叫曹姓 他的剑法挺好 在公小拍的时候 突然听说曹族的先头部队到了 大就人马浩荡荡杀来了 这些人都很紧张 这曹姓啊 就跟高顺说 将军你放心 常见说得好 鸣枪一朵 案件难防啊 我给他来个百步传扬 甭管是谁 先给他来个下马位 高顺看他呢 张辽报道啊 划定一下 两阵刚刚队员 夏虎敦 越马摇枪就过来 夏虎敦威风不可一世 他直取张辽 甭说张辽高顺哪 吕布在他的跟前 他也没不得放在眼里 这家伙 这一下人哪 气势汹汹 这时啊 只见高顺那个阵脚上 刷一下这个门旗望两边 这么一卷 曹姓 就把弓弦拽开了 他咬起了牙关 用尽了平生力 砍 这一箭搜了一下 就过来 夏虎敦威风万万没想到 门起脚下 有人按钻他呀 他这刚这么一挺枪 这一烧呀 一股冷风 扑面而来 他往旁边这么一甩头 就收拌的这么一地儿 一箭正中左目 我的个天 那是眼睛啊 心灵的窗户啊 这些子受得了吗 这扑的一切子 这箭射的眼睛上 你甭管哪儿了 那擦破点油皮也受不了 这一箭把夏虎敦给疼的呀 他过意叫这么一声 这马上怎么一摘尾 这个马通人性啊 古代的那个战马可了的呀 要怎么说 比作是大将的双足呢 就是这两条腿呀 他非常灵通主性 你主人想干什么 但是今儿这马晕了 怎么回事 这叫怎么着 是打呀 是站着 还是想往左去 还是右去 他也顾不得踹什么崩凳绳 这要割别人的 哇的一劲儿 一个大膀翻身顺码就掉下来 夏虎敦愣没下来 他有几家棍 他的一劲儿 俩脚一踹这个崩凳绳 这马明白了 是不让他走 马上四体牢扎不动 夏虎敦一抬手 是不让他双足 他把这箭抓住 我 这箭抓住 这箭怎么这么掐着 这箭上 three 啊 直接拔下来 使得力量太大了 说个人这血就穿出老远去 这结果没怎么一怕 把眼珠带出来了 黑眼珠白眼珠 反正听这个 眼科讲什么 黑眼珠同肝经 白眼珠同肺经 什么同人同肾经 甭管对不对吧 反正是这么个意思吧 那眼眼是心中之妙啊 这下把瞎都给疼的 哎呀 他瞅了瞅啊 眼珠就在这箭头上这 悬着呢 第一个当老 听老长的 哎呦不信信有眼信子呀 瞎都一看 这哥别人连见戴眼睛就扔了 他没有 怎么他想起来 身体法复受制父母不敢毁伤 此乃父亲猛穴因能弃之 父亲猛穴 哎 这个不能随便扔啊 把自己眼珠吃了 这可太吓人了 这可太吓人了 怎么 您别看 您来点羊头肉 弄点羊眼睛 揉一下啊 撒点什么麻烈面之类的 回头 绷着这酒 救着这菜 有点意思 这自己这眼珠头露下去 高春差点 这马上掉下来 就把这张疗给吓掉 这五灯口袋 当时 整个战场上是哑去无声 这一碗将 这也太猛了 我的天 他活得一心儿 夏侯顿拼了命了 他是小府一撞这铁梁 这马上飞出去一样 马好像明白了 主人受了伤了 伤势很重 马也拼了命了 宗伟乱炸 他躲开了这个高顺 赫这张疗 他不理这俩人了 是只处于门旗下的潮行 这多远哪 两阵队远 不是三米远 好老远哪 要是撇千球的话 得有六个千球那么远 得撇六次吧 能差不多 那叫战场 好家伙 这一气子直冲门旗下 这潮行这一箭射出去 他傻了 怎么 他看见了射的眼睛上 这人怎么没钱马上掉下去 蹲蹲还纳闷呢 扎拾这个手 举这个弓 哎 小顿已经到了车跟前了 呜 等一下 人到马上 你这警方扑面 补一下这枪就过了 大网出洞 这去把曹庆下的弄这弓 他想把这枪开出去 那点行 他说他走来 补一下 你先瞧曹庆女马下 还想打打不了 怎么这时候 这这 夏可敦就觉得 天昏立暗 疼得他实在是飘 浑身是斗 黑身冷汗 差点就马上栽下来 这时候 这时候 张刘把这兵器忘记 这么一紧一晃 什么意思 他杀了当时 这就乱了打 打乱 过来两个元将抢起 下蹲就跑 当然得顾先锋官 先锋官是负着重伤 哇 这种乱 吕布也来了 他正好碰上刘备了 吕布听说了 两军混战打得怎么样 结果如何 不知道 他想到阵前去看看 抬头怎么一狠家 刘备 刘备 刘备也看见他了 举着双核骨 保健刘备 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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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配这和这些军校还等着 刘备的马过去 还把那吊潮再升起来 升不起来了 刘备回头一看 怎么他差点吊河里 怎么追上来了 那往前一挺身啊 那方天姐就够上去了 直接奔城门跑了 这一看主公败回来城上 看得也清楚 快开城啊 嘎嘎嘎的千金扎掉体 城门开 他们等着把刘备放进来好 再关城 最好放剑不能放剑 乱剑提发难 要把主公伤了怎么办 是啊 这弓箭手拳在那儿庇护 就看着好 一前一后 两匹马一块往城里跑 坏了 怎么怎么女巫发进来 嚷嚷也没用了 这紧追不舍呀 刘备好惨啊 我儿子命的跑这马呀 让他拿那宝剑打 你这受了 这宝剑啊 他使那贱变子 不是使剑刃 剑刃把马崽了一会儿 他使那贱变子 34050块 这马一想我跑得够快了 还不行 挂了挂了挂了 好 撂着绝子跑 刘备还想回帅府 回不去了 想到家里看一眼 没法看了 怎么 就剩下逃命了 没辙了 刘备来 穿城而过 跑了 吕布瞪眼瞅着 他出了城 吕布想不追了 怎么 东门进来 从西门出去 这叫什么事 这叫 我说 你干嘛呀 丧家全 一拨马回来了 回来一看 路旁一座府地 府门口这儿站着一人 谁呀 弥竹 可把弥竹吓坏了 他在城上亲眼看了 好 我们这主公真有出手的 这刘备 把吕布给带进城来了 这怎么办 这城里谁能敌得了他呀 就剩下几位文官谋士了 我说 弥竹吓了城就往回跑 他得先顾刘备的家小 就往这儿这么一站 让吕布看见了 这不是弥竹先生吗 弥竹摇摇牙关 壮壮胆量 这腿呀 这不是怎么了 怎么 有点打拆 弥竹相 不能让吕布看出来 啊 吕布将军 好 你在此则伸 吕布将军 这是玄德公的府地 这不再次刘备的家庭 也不再次刘备吧 这不再次刘备的家庭 这不再次刘备的家庭 你不再次刘备的家庭 是他想要加害你 因为你总跟这个这个 袁树勾勾搭搭 是这么回事 你不能怨我家主公刘玄德呀 你更不能呢 惊扰他的家眷 吕布点了点头 李竹先生说的对 怎么 我与玄德是朋友 别看我们现在反怒了 也是兄弟 我知道 他受人蛊惑了 听信了奸曹的话 他加害我 要打我的徐州 就此理 他的家小 我怎么能去惊扰呢 但有一样 现在小配 已经归吕布所有了 李竹先生 你认为住在这儿合适吗 李竹先生 是啊 我正在想 那我们迁到何处去呢 上徐州吧 等多会儿 刘备有了下落 我让他来接家去 你看这行不行 这迷主哪放心呢 怎么 这上徐州 那要把玄德公家小全扣的那盒 这迷主这和刘备是亲戚啊 那是他妹夫啊 所以他他他他特别揪心呢 那有点这一刹二刺怎么办呢 这 你不看出来 嗨 你不必担心 你不必担心 那么谁也不敢 错看 这一刹一刹 他他他一刹刀 把宝剑站起来 李竹先生 拿着 怎么 就拿这个剑到羞州 告诉他们安排房子 安排住处 然后你把这剑往门口那儿一挂 拿着 哪个胆子包天敢去府门前惊扰 立斩 不容 哎呦 你都很感动啊 咱们 咱不说这旅部这人性 别的不说 就仅就这一点儿够意思 你看 我跟刘备闹发在那儿我们的事儿 这会儿家眷没关系 行 这然后旅部的大队人马就进了城了 关云长和张飞哪儿去 全杀乱套了 哥仨呀 刘关张谁也找不着谁呢 好这一下大乱了 张飞跑到芒党山去了 关公也不上上哪儿去了 谁也找不到了 所以这这小培就在实现了 哎 你不在这儿歇兵一日 安排张辽和高顺 镇守小培 对 别人呢 一方呢 孙前呢 早就走了 旅部有话 咱们 除非抓刘关照 剩下甭管什么人 哎去就叫他去 哪里刘呢 那刘先也好 我就收留他 你们只管放心 他这刚安排完 有人来报 曹操领兵 兵去 须中 须中 你不说了吗 那你不说了吗 你不说了吗 你不说了吗 你不说了吗